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 改变不了台湾领导人只是中国一个地区领导人的事实 当天 乔市委员长还会见了古巴全国人大主席阿拉尔孔 并向哈瓦那革命广场和赛马地纪念碑献了花圈 阿拉尔孔成品开发的项目 它于94年8月16号按照中心两国政府签署的合作协议 正式启动实施 三年多来 苏州工业园区各类基础设施都按国际一流标准规划设计 大规模兴建了被称为地下工程的九通一平 区内土地平均电高0.9米 路网拉开 供电 供水 供器 供热 排水 排污 通讯 有线电视等管线以此深埋 同时又在区内兴建了各类大型配套园厂 以基本完成了首期8平方公里的开发 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达44亿多元 我们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考虑的最多的问题是清商 清商这两个字也是我们借鉴新加坡经验的一个收获 所谓清商就是政府在坚持主权管理的同时 我们要为客商服务 要从客商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比如说收费的问题 过去是名目繁多 加在其有一百多项 那么我们经过严格的规范 现在只确定了11项 得到了外商的普遍的赞同和满意 我们非常感谢工业园区的管委会 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桥梁作用 使我们跟中国政府很好的沟通 而且他们提供的服务我们也很满意 在苏州工业园区对外商实行一战式服务 投资者从公司设立开工到人员招聘全过程 需要在政府部门办理的所有手续 由一个人接收后 在这三间屋子内全部办理完毕 有效的服务赢得了客商的回报 目前到园区落户的外商投资项目 已有117个 实现合同外资37亿3000万美元 单个项目的平均投资强度 一直保持在3000万美元以上 高居全国榜首 这是中央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